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特意请林教授上来 内地的发展当年大家很关心 不过从香港人的角度 一定会多点专注内地的发展 如何影响到香港的事情的发展 因为我们无可避免 现在香港很多事情背后 或者在前面 由幕后到幕前 都有中央政府参与 那我们会谈到什么呢 我们会谈到行政长官选举 远一点的7月那时 亚氏为何无端端又报道 说江泽民死了 后来又生巧合出来 最近香港大学 非常轰动 徐立之教授校长 就说明年就走了 不俗约 下的几个月了 突然间说走了 那大家都是觉得 是不是跟818 副总理李克强来访港的时候 搞到港大鸡毛鸭血 是有关呢 还有现在 这个星期日 11月6日的区议会选举 我现在一直留意到很多评论 都说民主党 或者民主派一定会大败的了 其实他们保皇党 已经整理了70多席 自动当选了 所以形势很严峻 有很多事情 我们希望尽量可以请教林教授 最近我都看你有篇文 你就说他们自己大陆开会 党核心 但是关于明年的18大 只是说下半年会开 其他的部署什么都不提 从这个角度看 你觉得他们现在 是不是很多事情 还是很紧张 是未定下来的呢 现在到明年10月 18大举行只有一年 所以北京的高层 他们主要都是希望稳定 稳定是压到一切的任务 所以无论是国内的事情也好 中国和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好 也包括香港的事情 都是以稳定为主 他们不希望有一些意外的事件 突破事件发生影响人士安排 因为今次人士转变比较重大 今次是从所谓第四代领导层 以胡锦涛、温家宝 两位都是1942年出生的领导人 过渡到第五代领导人 就是习近平、李一强 五十年代出生的 今次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政治局常委里面 九个位置有七个转变 当然已经做了常委的李一强 和习近平留下 所以今次的争夺也比较厉害 过路人马不希望 是因为一些突发事件 而影响他们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最近北京一系列的新闻 例如开了六中全会 在互联网甚至电视都要加紧控制 甚至连一些娱乐节目都不放太多 我记得湖南电视台最受欢迎的 那个超女有投票竞选 唱得最好的那位女士 超女这个节目都被人斩了出来 所以国内的形势是比较紧张 另外一方面 最近也搞了几个新的法律 例如反恐法 这个反恐法 很多人都觉得 对于所谓恐怖活动的定义 是非常不清晰的 所以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 或是人权律师 他们向有关方面施压 都有可能定性为恐怖活动 所以从种种事件来说 北京目前最关注就是稳定 这个对香港也有影响 因为香港特区选举 虽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 有高度自治 但是我们也知道 国内尤其是自治分子 对香港的民主尽情很关注 所以北京对于明年1月 香港特区选举也非常关注 那个主调也是稳定的 不希望这个选举 带来香港有什么不稳定 或者有什么政治震动 其实我们数下去有很多的选举 11月6日是区议会 我不知道你们说一下 北京有没有关注 不过现在说就是保皇党的大胜 然后12月11日 就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 那1,200人的选举 去到明年3月25日 又是行政长官的小圈子选举 然后去到9月 就是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我就不知香港人大代表有什么时候选 那你数下去都五场选举 那你觉得中央是否 即是五场都这么关注 还是它最紧张 都是行政长官选举呢 最紧张都是行政长官选举 但是就算是区议会选举 我们都见到北京都希望 所谓建制派 或者是外国人士胜出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例如西环中联办 或者其他一些北京 在香港的一些单位 到今次就从幕后走向幕前 很明显地跟一些建制派 学书人助选 无论是内内内的究竟 譬如说财力方面支持了多少 等等 财力物力支持了多少 我们看不到 但从表面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说北京是有很直接参与 这个就跟基本法说 港人高度自治方面似乎有些出入 因为我记得 1997年头几年 北京虽然很关注香港事务 但看不到桌面上 这么直接的参与 连香港选举中联办都参与了一份 这个参与实际上是有违反高度自治的承诺 当然参与程度是区域会开始 尤其是特首选举 和明年8月的人大方面 北京非常关注 参与程度也会 或者有些人觉得干预程度也会增加 其实老实说 内地政府参与干预香港的选举 就算1997年之前也有 是 没错 他很喜欢周围去协调各方面 因为他间时新华社 现在中联办 他有不同的区 有些部长有不知什么长 即各个负责一个区 他经常走到区域 一方面去协调自己的人 然后如何去打击我们民主派 现在在区议会选举里面 有很多说叫独立的 其实就是中联办支持的独立 这些事其实我们都跟传媒提过 但传媒就好像越来越没什么兴趣 去报道内地政府干预特区的事 而挑战一国两制 就算看前两个月 黄光亚港澳办主任出来 什么都说了 香港防空政策又说规划又说 什么都说坏 我当然是骂他 很多人 记者尤其是 都不知多开心 你快点说多一点 政府做得很差 你批评一下他 批评完 政府就去做些事 有些人就觉得挺好 你坏人自己又不懂做 我觉得整个文化的心态 觉得干预好像没有事 已经暂以为上 对于北京干预也为上 尤其是香港人对于 周永泉政府的信任度或支持度 每放以下 所以有些人觉得 反而北京出来说公道的事 或者监管一下周永泉政府 可能有些好处 这个我想周永泉政府 应该是阻止反省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觉硬 只剩下时事无多 但未来的特区政府应该反省下 因为为什么香港人会觉得 特区政府做得这么差 而反而希望北京会干预 实际是北京很开心 或是很不开心呢 搞到这样的局面 当然北京政治局 对于香港当然是高度关注 但最主要都是 两方面就是繁盈和稳定 尤其是稳定 尤其经过2003年7月1日 那次六七十万人上街的时候 那次北京有了震惊 所以先成立当时由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领导的 港务领导小组 现在就由习近平领导 这个港务小组 其实最主要目的 都是希望保持香港的稳定 以及栽培所谓爱国爱港的力量 他们长远的目标 就是希望栽培一个 比如说民建联的建制派大党 假设一人一票情况下 在区议会或立法会选举 他们会变成一个 可以执政的足够票数 可以执政足够席位 可以执政的大党的时候 北京就会比较放心 但是短期来说 民建联就做不到这件事 为什么呢 这次曾药成可以出来 选行政长官 为什么不行呢 我想根据过去的选举来说 泛民主派很多次都得到 差不多接近半只六十的选票 所以民建联的力量 还未不足以作为一个 长期的执政党 所以今次北京对于 无论区议会选举或是 明年的立法选举 都是很多参与和干预 包括一些金钱物资投放 甚至有些人更夸张到说 有时会在深圳或是 广州其他地方 运人来帮建制派人士 助选等等的情况出现 有些人说 他有个整个大的控制室 在深圳 是 有个 因为他们不单说 他给钱也好 给其他支持 他们也帮他策划 虽然他可能不是民主国家 但是他看民主那套游戏 他亦都看通 他就懂得怎样去玩 怎样跟你去策划 还有上一次选举 我们就说 叫人不要回答那些票站调查 就是因为香港人本来很诚实 他会告诉你他投了给谁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区 很多位置 你知道那些票怎么走 你懂得调配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多职 所以说他们的参业 而且有些人已经搬到内地住 但是他还有居留在香港 他就叫他们登记了做选民 到时一车车车 车回来投票 还有还要发动那些 中资的机构 或者有事的机构 所有的员工不单只要投票 以及要去助选 他这样搞法真的很恐怖 你说一国两制还去了哪里 这是很值得人关注 但是很多人觉得香港人 是经济动物 不是政治动物 很多香港人 就似乎 97年后过了十多年 很多人就暂以为上 最主要是关注 北京对香港的经济 有什么所谓有好处的政策 例如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或者北京会在香港搞上市活动 支持香港的经济 但是对于政治 和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 或者香港的核心价值方面 似乎关注人比较少 这是令人很忧虑 不过你说北京希望稳定 行政长官选举 现在都不是不稳定 不过有两个在争 两个英在争 人家台湾有两个英 人家一人一票选 香港两个英 人家的千二票 现在梁振英和唐英年在争 因为我们何醉仁都想争 叶刘淑怡也想争 你觉得北京也好像没有叫停 要先喝酒 是否自贺哪个都可以接受 你可以做一下 很多人覺得這次似乎有一些新情況 北京似乎容許兩個建制派的後數人 作一些比拼、競爭 跟以前第一屆所謂江握手 江澤民老遠找董先生去握手 那次只是陰點一位後數人有些不同 我想這也是北京覺得要關注香港的民意 雖然港版主席王光亞列出三個條件 就是香港特首條件 民意是其中一方面 很明顯如果照目前最新的民意調查 假如梁振英的確拋離唐英年很遠 雖然根據很多報道本來北京方面屬於唐英年 尤其是唐英年所謂上海幫 而最近江澤民死去活來 10月9日慶祝雙十新海革命一把週年 仍然很生猛地在人民大會堂上風騷地出現 似乎對唐唐有利 但假如CY和唐唐的民意真的越來越拉得遠 北京也擔心會否出現一些不穩的局面 所以今年似乎有一個新猶 北京希望建制派的後書人可以作一個比拼 作一個甚至某個程度的拉票 所以我們見到香港這兩個相應 亦都在各個界別 甚至樂區和一些經濟 教育不同界別的人士 是前後腳這樣參加一些討論 但從我的考慮來說 我亦都覺得北京似乎有些準備 2017年那次所謂間接普選的選舉 是給香港人一些實習的機會 因為如無意外 我想中央雖然許諾了香港人 2017年有這個普選 但這個普選實際上不是… 你說間接普選 多謝你 威尼 實際上是一個間接普選 並非一個普世價值所供應的選舉 因為很多人都說笑 就是西方式的選舉和中國式的選舉 有甚麼分別 那分別就是中國式的選舉 就是投票之前的結果 你已經知道 早一晚投票之前已經知道 很不幸地照目前事態發展 很可能就是明年初選舉委員會 將會在2017年變成一個太平委員會 換句話說就是譬如任何人 包括欽姐或何俊仁 其他民主派的人想在2017年選舉 他首先要贏取到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提名的門檻也相當高 譬如20、30% 會否說泛民主派的 就算是很有實力的候選人 都出不了 都做不到合法的候選人 因為他們拿不到提名委員會 20%或30%的支持 所以提名委員會在2017年 他們炮製出來的幾位候選人 將會是雙英一定會在這裏 就是唐英年、梁振英 可能包括葉樂淑儀 或者到時梵太可能連結關係 未必會參選 可能應該是三位建制派的人士 不知誰會贏 如果一人一票 沒錯 北京都可以接受嗎 沒錯 二難一個都可以 基本上跟今次很相似 因為香港雙英 CY和唐唐都是北京可以接受的人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百分之百 可能百分之一百二十聽話的人士 北京不說 他都是自己會迎合投牌送譜 就算北京不說出聲 他們都會做到百分之一百二十 北京絕對可以接受人物 兩位也是北京栽培了十幾二十年的人 所以無論是唐唐或CY 北京都可以接受 所以今次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 trial run 一個預賽 也使香港人明白 這個有的規則 可能在2017年就是這樣 就是提名委員會 統制誰可以出選 沒錯 提名可能會多於兩位 就是三位 雙英一定在這裏 再加多 今次雙英在這裏 你說今次的一個英 可以當護行政長官而已 另外那個英當然很不服氣 你覺得他會在這裏等五年 然後就一人一票 那時他再出國嗎 一定會 一定會 為何你這麼有信心 一定會 因為其實 這是北京的劇本 他要配合 是 其實是 因為其實 直至最近民意調查 唐英年被CY 遠遠拋離之前 大部份人都覺得 北京尤其是上海幫當道的時候 北京根本是授意唐英年出來的 梁振英為何兩年前已經拼命 其實CY正在準備2017年 他又在哪裏 上海幫不是等於太子黨 亦有關係 另外那個是團派 胡錦濤 難道梁振英是團派 很難說梁振英究竟 中國裏面是誰派被支持梁振英 但畢竟因為他和北京的關係 二、三十年來已經是千絲賣樓 很多人還說他是資深黨員 他又不承認 張若誠又不回答 他又不承認 無論他是黨員 或者好像華叔 是共青團 想做黨員 可能他是共青團員 共青團也搞不清楚 很明顯 有些人覺得CY兩年前已經開始被選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並非2012年 就是2017年 被他做了一二便撿到 即是 一些碰碰撞撞的撞出來 做了一二可不可以沒有得做 可能他對手 唐唐所謂大致若如 可能那個表現 尤其是 即是 他說話 是有些 有些凹凸 有些凹凸 還有就是 應對的時候 跟CY是有一個距離 但是 說回2017年 我覺得 北京現在 準備香港人 接受 一個 新的間接直選的方法 即是說 2017年 所謂提名委員會 會提名 兩至三位 包括目前 雙英 再加一個 可能是 叶羅淑儀 可能是 如果范太到時 還有一千歲 可能是范太 大概是三位 拿出來 就由香港人投票 這三位人士 北京都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三位都是 一百分之二十 忠誠 你看看明年三月的行政長官選舉 你覺得 雙英都會拿到一百五十個提名 沒錯 你覺得他會讓他們兩個一起去 去到尾 即是 我們何醉仁都想拿一百二十 一百五十 就不知道拿不拿到 但是 他那兩個 你覺得他都會讓他們兩個一起去 他們兩個拿一百五十 應該不是問題 一直去到尾 即是不會無緣無故 唐英年覺得 我讓梁振英 都拋離這麼多 我都是不選 讓他去 這個唐英年一定會去 一定會去 去到尾 就算輸他都去到尾 會去到尾 因為是為一七年去準備 沒錯 因為五年小的 五年很快過 兩位都是 這個雙英都是 一個是六十內一 一個是五十八五十九 好像沒有 兩個都未到六十 都是相對年輕 所以五年後他們都是 六十鬆一點 六十鬆一點 還是很有機會 是嗎 你覺得北京會讓他們去到尾 沒錯 當然 這個提名委員會裏面 大部分都是很聽話的人 所以北京如果想不讓一個去 他沒有得去 沒錯 北京其實他可以到最後 甚至是在投票前一晚 才下訂單 都可以 因為北京大部分都很聽話 投票前那晚八九點鐘 北京可能和他們 打電話給每一個選委員會委員 下最後指示都可以 所以北京完全不擔憂 葉劉淑儀又說要去 因為他說搞完那個區議會選舉 他又要搞 范徐麗泰又說弄了一間公關公司幫他 會否出了四個去呢 今屆行見 今屆行見 應該不會 我覺得葉太純粹準備2017年 但如果他今次說已經參選了 就對他自己的民望 或者是對他自己的資歷會有幫助 因為他可以說自己是資深的參選人 因為已經有一屆的經驗 我覺得他純粹是 純粹是 是自在2017年 北京今次 你覺得不會被四個人混戰 不會混戰 因為四個人會搞得很亂 情況有可能不會失控 但被人會看到 為何香港這個外國外港的人 似乎不太團結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1997年那次選舉 是有四個候選人 就是董先生之外 有其他三位 有三個 但那次的情況 跟今次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次純粹是 因為特區成立第一次選舉 所有人都知道 是所謂的剛握手 董先生是唯一的一個 可以勝出的人 另外那三位純粹是陪陣 純粹是陪跑 這個就是當時北京 因為香港情況 是受到國際關注 英國、美國都關注 做出戲 好體體 純粹是陪跑的一出一出一出 一出一出戲 無論我們說是鬧劇 或是喜劇 是一出戲 但今次已經不同 今次是 我想它是可以容許兩個 但多於兩個 似乎是被人感覺 似乎是北京好像有些失控 失控不可以 還有建制派裏面 因為競選的時候 很難避免一些 互相攻擊的說話 可能會製造一個局面 使人會想到 為何這個 我所說的力量裏面 都不是很團結 所以北京不希望出現共勉 這兩個出來都不是很團結 有些人已經說 有些人早就叫梁振英走 你不要那麼團結 但梁振英都不肯走 現在還爬了唐英年的頭 其實這個出現 連北京都未必那麼想見到 是 沒錯 不過北京裏面的局面 也轉變得很快 也有些人純粹是揣測地說 因為唐唐由頭到尾 因為他父親的關係 因為他父親在江澤民80年代 初期做上海市長的時候 唐千祥已經和江澤民是老友 以及唐英年家族 在香港的富豪裏面 比較早投資在上海 所以實際上 唐上千和江澤民 當中江澤民是上海市長 和書記的時候 關係很密切 所以上海幫一直都希望培養 支持唐英年 但是上海幫北京已經是 江澤民在2002年十六大的時候 已經離開了政治局 最近有關他的身體 不多傳聞 所以有些人覺得可能 北京支持唐英年的力度 是減少了 因為上海幫的勢力是消減了 而且江澤民的身體出現了問題 對唐英年不利 反而對CY有利 七月那個阿士 就無緣無故出來報道 江澤民死了 我相信他們 雖然後來梁家榮 西文部主管出來說 他不能阻止這些消息出街 但是我相信他們背景很紅 有北京的很好的消息來源 你自己怎樣去解讀 他這樣會報錯江澤民的死訊 實際上江澤民的確是一直心臟有問題 一直心臟有問題 可靠消息來源就是 他在春節 今年年初農曆新年的時候 心臟病發生長期住醫院 甚至有幾次出現危險的症狀 醫生差不多要通知家族 趕去醫院的情況 所以江澤民的身體的確是… 因為北京他85歲 是出現了一些變化 還有江澤民是比較健碩的 因為上海人可能他喜歡吃東西 對於飲食沒有太節制 而他在80年代中期的時候 已經有心臟病 讓我們知道 因為那次胡耀邦 胡耀邦就在六四之前 心臟有犯 後來就在89年45日離世 但他在89年初期 胡耀邦仍是政治局委員 有一次開政治局委員的時候 胡耀邦突然病發 當時馬上叫醫生 但其中一位政治局委員 就是當時是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 他身上有心臟病的藥 因為他自己有心臟病 所以他無論去哪裏 他身上也有心臟病的藥 所以他給予胡耀邦 所以我們看到 由80年代中期身上 他已經有心臟病 但當然因為他曾經做過最高領域人 而在國內做過政治局常委的人 醫療是非常好 他有一群人 無論是中醫西醫 氣功師、推拿師 有十多人的醫療隊 是負責這些所謂德國望重的前線委員 所以江澤民這次 雖然曾經是深切治療部 是住了也有一個多月 但就在10月9日 奇蹟地就… 出發 翻生 死去活來 奇蹟地是翻生 雖然那次當然他也需要有人參謀 但他的出現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他為何這麼辛苦 還要搏上鏡呢 原因就是他除了上海幫幫助之外 他也是太子黨的一個重要的 背份很高的人物 因為他也是高幹子弟 江澤民本人 所以習近平就在上一次的黨大會 即是17大 2007年17大 為何習近平當時是一個黑馬 為何當時他可以跑贏李克強 因為李克強本來是胡錦濤的… 即是接班人 即是接班人 同時都是團派的一個最重要的 第五代代表人 即是胡錦濤也是打算栽培李克強 作為總書記 但是呢 17大的時候 居然是跑… 黑馬是跑出來 習近平居然跑出來 主要的因素就是 江澤民在背後 作為一個Kingmaker 一個做王者的姿態 是支持習近平 所以今次10月9日 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露面 是非常重要的訊息 他的訊息就是想告訴團派 包括告訴胡錦濤 明年十八大的安排 你也要聽我說 因為我還有一口氣在的時候 對於明年的安排 我也要參與 即是中國的悲哀 這是老人政治 和封建的漁風 那胡錦濤又要聽他說 是否還是有軍權 軍隊在這裡又扮演甚麼角色 為何他病到這樣 還那麼有影響力呢 沒錯 因為江澤民 我們不要忘記 他在2002年 即16大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退出了 中央委員會 也退出了政治局 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黨員 即是跟香港我們隨街 都見到的普通黨員差不多 其實都是普通黨員 但是他居然 就做多了差不多半任的 中央軍委主席 雖然是2002年底已經退出了政治局 但是中央軍委的主席 是做到2004年的9月 而他做中央軍委的時候 是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 即是否恐怖 這個完全是跟法治的精神 是背道而馳的 你想想想 香港有很多黨員 香港黨員 誰可以做到 中央軍委主席 但是當時江澤民的身份 也是一個普通黨員 也是一個普通黨員 所以江澤民在軍隊裡面 的確是權力很大 雖然他已經退了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 就是太子黨在黨政軍 因為我們研究中國政治 主要看三藩 就是國務院 第三藩就是軍隊 太子黨在中共和政府架構裡面 相對比較弱 但是在軍隊裡面 太子黨的殺力是最強的 照一個初步的點算 就是中國在解放軍裡面 高級的將領 在少將以上 少將、中將和大將 大概有千多人 太子黨至少佔了一百五十人 太子黨裡面至少有一百五十個少將 或者更加高層的太子黨成員 你可以看到 康澤民和習近平都是太子黨 所以他們在軍隊裡面的影響力量很大 如果那次阿士 無緣無故報錯他的死訊 反映了些甚麼呢 即是哪些人想做些甚麼呢 這個有可能是權力鬥爭的跡象 不過這個實質上情況很難掌握 不排除是有些人在做事 或者可能是有些人在調查中 或者是上海幫的一些高層人士 如果發放了這些消息 會影響到這些 譬如說無論是貪污 或者其他方面的調查 但這個究竟是 朗去莫怎樣 還未搞清楚 還未搞清楚 但無論如何 最重要的是 這個反映了中國 雖然說今天 全世界第二個最大的經濟體 已經超過了日本 作為全世界第二個經濟體 但中國的政治還是人質 還是人質 而非法治 所以我們作為香港的市民 對於這個要認識得很清楚 因為雖然香港的高度自治 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 是說得很清楚 但這些都是法律方面的保證 但中國高層是不聽法律的 他們是不說法律 他們基本上還是人質 所以北京高層對於香港的法治 承諾多高 這個還是很成問題 我還記得習近平在2008年奧運前 前幾個月來香港 就虧殺過一些賽馬項目等等 習近平當時說了一句 香港很多人覺得很刺意的話 習近平說希望香港行政立法和司法 三方面的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馬上大律師公會出了一個宣示出來 就是說這個說法和香港三權分立 和法院高度自主行之有效的 百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精神是相違背的 從這方面看見 國內人質方面還是凌駕於法治方面 我們又看看香港大學 因為習近平來了 李克強來了 又說送大禮 幫助香港金融方面的發展 但又無緣無故要去香港大學 因為香港大學今年是一百週年 百年老店本來就很厲害 我也是校友 你也是校友 你更加可以說 我不是在香港讀大學 突然間就說八一八 就說他去香港大學 有個典禮 真是個個都不知 很多校友也好 很多人都不知 因為其實你安排這些典禮 應該很久以前知道了 發了邀請大家會來 我後來問有一個出席受邀請 他說在典禮前可能一個禮拜或更短收到 而一收到之後 就要你在三日內要回覆去不去 整件事是很倉促地做 是是是 李阿強自己說要來 不是他聘請 因為如果聘請就很久 沒錯 那真是搞甚麼鬼 你說這件事 你怎樣看 你自己作為校友 你覺得中共那隻手在背後在搞甚麼 我想從北京的主公願望來講 的確是希望為港大貼金 因為這是有很重要的一百週年慶建 還有港大經常掛了孫中山招牌出來 雖然孫中山讀書時 還未叫做港大 當時他在港大的前身醫學院讀書 因為今年北京大落大股 搞新學革命八週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統戰作用 相對於台灣來說很重要的統戰作用 但是香港也是配合八週年的活動 因為孫中山在港大讀過 所以李阿強希望 其實他的願望是好的 主觀願望是好的 希望為港大貼金 還有給港大一個特別的質素 就是港大學生 有一百個學者 有一千名港大的學者和學生 可以去大陸交流 還有做一些科研工作 當時香港其他七個大專校都… 即是很恨 很妒忌 很妒忌 現在沒有人妒忌 有羨慕有妒忌 但現在似乎 經過擺一擺這個線 沒有人再看一千個名額 那你說北京是不是很傻 就算你說他良好願望 但是到執行的時候搞到這麼笨拙 即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是很明白香港的文化 有些警察又要擺成二千 還是不知幾多警察在整個校園 即是實在是甚麼事 那北京不明白 你香港政府 你校內校長校董會都明白 怎知一夜之間全部變成大陸人 我想這個最重要的責任 都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 因為他們之前 香港警察和無論是西環中聯辦 或者是李一強辦公室 都有很緊密的聯繫 所以那次為何港大 其實路由堂附近的行禮儀式 那個地區其實不是很大 為何需要動用這三千的警力 那這個是香港的警察 我想是需要負責很大責任 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所謂欠媚 討好未來的總理 因為現在都是 李一強將會接任溫家寶做總理 不排除特區政府裏面 尤其是保安局 亦包括警察 有些人欠媚 專門做到20% 使得李一強根本 當然他看不到人示威 連聽都聽不到 那個要求就是 要保證這個副總理 連那些抗議的聲音都聽不到 你覺得是否李一強真的提出這個要求 還是特區政府自己覺得他也是想這樣 所以他們要做呢 我覺得三方面都有 當然李一強辦公室或過門院辦公室 或是中國的安全部和公安部 當然提出要求 就是說這個真是未來的總理 所以要保安方面是要增加一些 但曾經平溫家寶來過都不是這樣的 沒錯 胡錦濤也來過 我想主要都是 因為責任應該是特區政府和警察方面 因為他們的確是有些顯媚的情況 就是保證未來老闆一定 我們要 甚麼都聽不到 看不到的 完全沒有示威 所以要服侍他妥妥貼貼 讓他非常高興等等 這是一個顯媚的情況 比較多 但現在糟了 現在搞成這樣 但現在 這個講大真的很離譜 如果聽傳媒的報導 一方面他們自己有個調查 沒錯 就看看發生甚麼事 我們都看看他的報告是怎樣 但校長現在突然間說不續約 那個過程是非常之嚇死人的 他說校務委員會開會 突然間又沒有在議程 主席梁志雄行政會議成員 就說收了一封信 拿出來說給你聽 他說他不做了 明年八月就離開 然後當時有些教職員在 但好像說他們的規矩 如果說回自己教職員 那班人就不可以在這 那班人就要離職 其他非教職員就談 那班人初以為去一會 為何出去佛企了過幾鐘 還是不知多久 過幾鐘內就拍板了 喂 你有沒有搞錯 你在香港大學 你校長的去留 有甚麼可能不在議程 在所謂叫做其他事項那裏 那裏 不知有多少人坐在這裏 那裏說幾個又罵下校長 那校長自己又不在這裏 那搞定 喂 即是你說 喂 我們真是人質 這是不是人質 你說 這個很不幸就是 但是彰顯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無論是政府 甚至是大學機構 大學應該是有高度的自主 和學術自由 但連大學機構 現在都走了大陸化 那個無論是程序 或者是做事的方法 都走了大陸化 就是說是黑商作業 和人質高於法治 那裏 因為徐立之校長 他很明顯 今年初已經是和很多人說過 是說想留任的 那就是 即是斬 現在當然是很多陰謀論 那這些陰謀論是沒有辦法 是有白紙一字 或者是有真的很確鑿的證據來證明 但是從輿論的反應來説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徐立之校長是被解僱的 因為特區政府高層 包括可能當勞本人 或者包括保安局 包括警察高層 覺得他在擺白事件之後 就大肆批評警察 說這個警權過濫 說連我也覺得搞不清楚 為什麼廣大會突然出現了 那麼多警察出來 這個是特區政府高層很不滿 另外他又說李克強自己請自己來 這裏說李克強很不滿 而且我們從這件事也看到 一個比較更加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八大院校 那個話事人都是由特區政府任命 包括譬如說城市大學 CY剛剛才開了他那個校董會主席的位置 但之前CY是成大的話事人 打釋人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似乎 例如廣大 梁志雄就是和Donald好朋友 以及行政會議的成員 這個八大院校都是由政府高層委派 一個代表建制派的人 負責監管八大院校的羨慕 所以這個和國際慣例 就是大專校應該享有高度自治權 也都是南沿北切 背離高校有高度自治權的普世價值 這個我想我們值得好好關注 不過以往都是這樣的 在英國人館那時 那些大學的校董會 都是政府委任 不過現在香港人的要求應該是高些 沒錯 但是大學今次的做法 真的令到很多人很差 而就算他自己校內的教授 沒錯 都覺得是很有問題 可能突然間出來 程介明做過副校長 沒錯 他寫東西都覺得是有問題 其實不應該容許這樣搞法 沒錯 還有梁志雄後來還定出 以後招聘校長的 還有政治意識 包括有政治觸覺 有政治觸覺是否懂得拆鞋 叫有政治觸覺 懂得獻味 懂得向北大人投懷送抱 就是有政治觸覺 這個是要梁志雄教授 我要請他上來這個節目 下次請他 對 甚麼為止有政治觸覺 真的很離譜 因為照他列的五六點這個 Quality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 即是你又要有學術 是有世界性的學術級的教授 又要有行政經驗 又可以籌款 又要有敏感的政治觸覺 又要跟北大人拆鞋 我想全世界很難招聘 我想他無論是給一千萬薪水都招聘不到 對 其實老實說搞我這一劑 我相信很多人怕不敢做 我想很難 那他難了未才收場 你說港大一百周年搞到這樣 你說是否很不堪 你作為校友 作為校友很失望 其實你們校友都應該做些事 作為校友很失望 我們校友應該發動 你們有些甚麼可以做 我們應該 那次徐立芝又要無端端走到中山廣場 你有沒有去過那晚 又說個個穿黑色 要默哀 他又肯配合 現在搞成這樣 那件事 引發要去個個穿黑色 那件事當然是嚴重 現在這件事 更嚴重 但我又不見到那些校友有甚麼出聲 我想應該提議 是否各個怕北京 我想應該可以仿校佔領華爾街 這些學友發動佔領路由堂 或佔領中山廣場 即是港大裏面的 的確在校友裏面很大不滿 這次還是那次 兩次都是 那次不滿就狠狠出來 又登報紙 又要在中山廣場 又要搞事 這次我又不見了 有沒有人登過報紙 還未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那次我是很明白的 雖然我們不是港大的人 但看見都覺得很火滾 但這次 如你所說 其實最簡單就是炒了校長 反而沒有人出聲 而且他一旦炒了校長 還有一個殺雞儆猴的作用 就是其他七大院校的校長都要 你看著 如果不是你同一收場 如果你不是政治正確 你同一收場 是 這次非常嚴重的一個 我想是香港開埠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干預大學 學稅之入的事件 你比起中庭耀的都嚴重了 我嚴重了 中庭耀沒事 中庭耀現在還坐著調查 日出的調查 中庭耀沒事 反而校長走了 金鋪慘 金鋪的校長又走了 所以你的舊生 你要做多些事 沒錯 我們真的不可以就這樣罷休 我們今天多謝林和立教授 多謝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